退伍后一个人独自来到台北工作 脚步快速的害怕自己赶不上大家的脚步 在城市就是如此 脚步的速度不是你能够决定的 脚步小的总是要比别人快 才能够追上脚步大人 速度慢的总是要比别人早一点起步 才不会一开始就落后于人 遇上了全球金融风暴 公司的第一波裁员名单 很幸运的没有我 为了力求生存 每天认真工作就像是在战斗 跟其他公司争夺客人 又跟客户捍卫着那微乎其微的利益 还得和同事争取资源 取得主管的认同 老板的赏识 力求最完美的演出 害怕自己就是下一波名单 公司宣布明天要发出第二波裁员名单 这一晚主管和几位前辰还信誓旦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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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是還是得面對事實 在104打開履歷的第二天 便收到許多的面試通知 或許自己害怕停下來的感覺 很快的便吵吵地 選擇立刻上班 天真的我覺得這一切都會有所改變 但除了公司的改變 還是一樣的戰鬥 不斷的重複著 生活除了工作還是工作 六日有時還會要求配合加班 到底是為了生活而工作 還是工作為了生活 厭倦了這樣的生活 我選擇了離開 在快要過年的前幾天 朋友都勸我再過幾天就可以頂到年終 一年這樣努力下來不是為了這些回饋嗎 或許離開的選擇點不是很好 但是只是想讓自己活得更自在的 想主宰自己的生活 當自己的主人 雖說失去了工作 但我還有朋友的鼓勵 家人的支持 我深信上帝 關了一扇窗 必定幫你開一扇門 相信未來一定可以更好 找到上帝幫我開啟的那扇門 ры人 他要再沿吧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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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